张杰和谢娜在娱乐圈可是出了名的恩爱夫妻 而且两人能走到一起也是着实不容易 从2006年成为恋爱到2011年正式结婚 今年已经是他们结婚的第六个年头 在这六年里曾多处传出谢娜怀孕的消息 昨日对于谢娜张杰来说是个好日子 因为这么多年了 谢娜终于怀上孩子了 两人是娱乐圈的模范夫妻 一起经历了这么多的风风雨雨 如今真的要怀上孩子 这是上天给他们俩的礼物 谢娜一直以来都是被媒体苦风捉影说怀孕 结果每次都是闹乌龙 而这次可是有时政的哦 而且这次爆料的人是张杰粉丝会的会长 总不会是黑粉了吧 不少网友猜测 谢娜多次出国游学其实是去试管 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吧 当女人不容易 当妈妈更不容易 她是现在这几年一直往国外跑 美国 英国 意大利都留下了她的足迹 与她渴望当妈妈的心 同时她也一边学习 虽然英语还没有讲迹 还让何久消化了一阵子 祝福现在张杰 希望他们能够幸福 他们之间就差个孩子了 我没有你 by bwd6